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都是讲清净的 结言明故显心清净 心清净故见成清净 见清净故眼根清净 根清净故眼是清净 是清净故闻成清净 闻清净故而根清净 根清净故而是清净 是清净故结成清净 如是乃至于彼舍生意 依附如是 善男子根清净故色成清净 色清净故生成清净 香味触法依附如是 善男子六成清净故 地大清净 地清净故水大清净 佛大轰大 依附如是 善男子四大清净故 这个经文啊 都是讲清净 以后还有 以后还有这个十二处啊 十八戒啊 二十五啊 通通都清净 还有十例 是无所谓 是无外置 活十八不共法 三十七柱道品 全部都清净 一直到了 如是乃至八万四千 陀罗尼门 一切清净 反正 通通都清净就对了 从头到尾 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的这个 注解啊 他会讲的 因为你看到的是清净 所以眼睛就清净 你听到的是清净 所以耳朵就清净 你想到的是清净 所以你意识就清净 就这样子解释的 这个佛陀当初讲 就是这样子讲 因为心啊 清净了 所以你看见了 一切都清净 乃至于这个鼻子啊 舌头啊 身体呢 意啊 都是这样子 那么到射 来讲 因为根清净 它的射程也就清净 那么射程清净 声音也就清净 香味促法都是的 六成清净 所以地大清净 水大清净 火大清净 轰大清净 这个四大也清净 我们今天只讲到这个四大清净 好了 那么 这个谈这个清净啊 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一污啊 一切污 一净啊 一切净 像有一个弟子啊 他问我 他说 我这样是 我这样是不是有罪啊 他做了一件事情以后 他讲 我这样是不是有罪 你说怎么回答 有罪 你回答应该有罪 因为啊 在这个颜结经里面所讲的 只要你得颜结的 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假如问出啊 我做了这个 会不会有罪 那么这个就是有罪 因为你的意念啊 不清净 你才有这个怀疑的心 这个疑念出来 你做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罪 一定是有罪的 但是你假如你得到圆绝的 你知道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空 明 怎么会有罪的产生呢 根本无善无恶 这是一点 那今天早上 我摆了两幅画在这个桌子上 一张画的是一个小姐 一张画是一只白鹤 这看这个底下 这个小姐 这个林玉珍先看到 她说 哎呀这个小姐 很像白嘉丽 那白嘉丽是台湾以前的一个歌星 那她说很像白嘉丽 这是她本身的意念 这是她本身的意念啊 已经有白嘉丽 她才会看出是像白嘉丽 假如她根本从来没有见过白嘉丽 那她妈这个人不会像白嘉丽 这个我就是解释这个罪的问题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了这个罪的意念在里面 什么是罪的 什么是没有罪 今天你做了这个事情 你就会感觉到是有罪 那么这个就是罪 想要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不会讲出这个是白嘉丽 所谓一窝窝窝啊 就一切窝 一进就是一切进 这个道理在这里 那等一下连汉上司来了 上了楼 他看了两幅画 进到这个office 办公室来 他就讲 时针画的那个小姐好漂亮 我说奇怪啊 这个连汉上司从来不谈小姐漂亮 可见他的意念里面已经有小姐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根据连汇 被喇嘛讲了 连汉上司从来不讲小姐漂亮的 他以前是很亲近的 哈哈哈哈 怎么突然之间看了我的话以后 他会讲那个小姐漂亮呢 那么他心中啊 就已经有这个美跟仇的这个观念存在 才会批判那个小姐是漂亮 那么他为什么不赞扬那只白鹤呢 他眼中根本就没有白鹤 对不对 其实那只白鹤画得很好的 我画的那只鹤 非常美妙 这个还提了一个几句话 不秘 不秘什么 不秘什么 不秘人间美 不秘就是不去找这个人间的美 长饮天地泉 那个鹤是在吃水 不秘这个人间的美色 长饮天地泉 提的记是这样子 那只鹤是很高超的一只鹤 他既然没有看到那只那么高超的圣洁的鹤 既然看到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小姐的美 那个联岸上司这个环心已经动了 哈哈哈哈